好在上个月4月份的墙正式重创了花莲 但是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却不曾间断 之前在国际福人社前总监赖正史的号召之下 掀起了光荣团队捐赠25万元益柱吉安乡仍爱及警 那么希望交由公所统筹协助震灾 若是家户度过困境 国际福人社390地区光荣团队一行人 日前在前总监赖正史的号召下 一同来到了吉安乡 竟致要将25万元散款 决赠给公所仍爱基金 本来我们就是在做社会服务的工作 我们看到这么多受灾的民众 那我们当然本于人积体积的精神 我们应该发挥我们应该去救助的这种心理 那我们今天特别到吉安乡来建筑25万 希望说对他们有少许的帮助 而乡长游淑珍也特别颁证 感谢壮表达谢意 社友们给我们益助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善尽家户的关怀 特殊瓶颈护的一个爱心的益助力量 我们相信社会有爱人间有情 感谢大家来自于各县市 甚至于是各界的关怀 来溢注我们的重建的这样的工作 要代表我们的相信 再次谢谢大家 爱心满意关怀吉安 游淑珍表示 国际佛人社光荣团队联谊会 凝聚各县市社友远道而来 不只给予三款溢注 更带来满满支持华联人的力量 用行动来证实华联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并承诺会持续前来华联旅游 这是一份认同感 更是精神鼓舞相挺的最佳写照 记者许丽琴 简想报导